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我们必须要过这个年 要排解对一个人的哀思 尤其是父亲 三十天的日子未免太短太短了 我们办完丧事后连话都很少说 除非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 谁还有心情去忙年呢 然而年就像盘在人身上的毒蛇一样 怎么也摆脱不掉 打又打不得 扶又扶不去 只能硬挨着 天非常寒冷 我站在火炉旁 不停地往里面添柴 炉盖有烧红的地方了 可室内的一些墙角还挂着白霜 我的脸被火烤得发烫 我握着炉钩子 不住地捅火 火苗像一群金发小矮人一样 甩着胳膊 有力地踏着脚跳舞 好像他们生活在一个原始部落中一样 而火星 则像蜜蜂一样 嗡嗡地在壁炉周围飞旋 炉火燃烧的声音 使我非常怀念父亲 我不愿意离开火炉 我非常恐惧到外面 那些在苍白的寒气中 晃来晃去的人影 大都是紧张盲年的人们 碰上他们的满面喜气 该怎么办呢 火炉气在厨房的西北角 它走两面火墙 可以给两个房间供暖 厨房有一条长长的走廊 直通向门口 母亲躺在她的屋子里 抗很暖和 但我知道她没有睡着 她还不到五十 头发仍是乌色的 看见她的头发 我就心酸 全家人中最痛苦的 莫过于她了 可她并不像其他 失去丈夫的女人一样 大放悲声 她很少哭 有时哭也是无声的 这种沉重的 不愿外露的哀思 使我们非常害怕 在我年幼的时候 年前的这段时光中 母亲常常是踏着缝纫机 为我们做新衣裳 那种好听的哒哒哒的声音 就像割麦子一样 那时候厨房里总是热气腾腾 一会儿蒸年糕了 一会儿又用大锅烧水洗衣上了 乳白的水汽 云雾般的涌动 晃得人眼神恍惚 往往是父亲撞上了我们 或者我们撞上了母亲 无论谁撞了谁 都要乐一阵子 姐姐从靠近火炉的房间中 歪着身子 出来咳了几声 从她的咳声中我知道 她刚才哭过了 她是我们家的老大 父亲的去世 使她的担子更重了一些 她哑着嗓子问我 你老是站在炉子这儿干嘛呢 烧火 我说 烧火用不着看着 让她自己找吧 姐姐说完就回屋了 我站在火炉前 茫然若失 我的心很空 眼前总是闪现出山上墓园的情景 父亲睡在墓园里 现在那里是白雪的墓园 父亲现在睡着的地方 是我小时候进山最害怕的地方 现在那里终于成为父亲的墓园 我才明白悬了多少年的心 只是因为那里会成为收留我父亲的地方 现在她成了父亲的墓园 我才不害怕经过那里 我才心平气和的第一次认真观察那里的景色 那里地势较高 背后有一个平缓的山坡 山坡上长着稀疏的张子松 而坡下 也就是墓园的四周 却是一大片青一色的落叶松 它们全都直直地卧在风盈的白雪之上 是一片十分年轻的树木 再过百年 这些树木微微壮观的时候 可能会使墓园看上去十分古老 它们的环绕将使灵魂越来越宁静 站在墓园朝山下往 可以看见小路和平缓下降的山势 树木好像在一点点的矮下去 矮到尽头的时候就出现了房屋和草滩 以及草滩尽头的太阳和月亮 炉火越来越旺了 我仿佛看见 父亲正推开走廊尽头的门 微笑着朝我走来 从他去世的那时期 这种幻觉就一直存在着 他走到我面前 他伸出手 扶了扶我的肩膀 我握着颅钩子的手就抖了一下 墓园的情景 有锐利的再现 我知道 父亲根本不在这间房子里 可我又像是每时每刻都见得到他似的 死亡 竟是这般的盛气凌人 墓园 我这样想着 回头望了望幽暗的走廊 你现在 真的成了我父亲的安乐窝了吗 弟弟从火炉西侧 最小的一间房子里走出来 走到我身旁 他黑着脸 一声不吭地 睁着抢我手中的炉钩子 他也想来烧火 我把炉钩子让给他 他站在火炉那 用炉钩子轻轻地敲着炉盖 他对我说 你进屋吧 我来烧火 烧火用不着看着 我重复着姐姐对我说过的话 他抬头看着我 我知道 他也不愿意待在屋子里 他也要找一种活 来排遣哀思 我就再也没多说什么 我走进姐姐的房间 从这个房间的窗口 可以望见后菜园 天色依然灰白 有几只鸟 在菜园边缘的章子上 跳来跳去 咱妈还没起来吗 姐姐问我 没有 我说 这个年怎么过呢 姐姐叹息了一声 是啊 我一筹莫展 你说 咱妈过年那天 会不会哭呢 她很担忧地问 不会吧 她是知书达理的 我虽然这样说 但心里还是没底 我们单位的李鸿林 她爸爸和咱爸一样 得同样的病死了 比咱爸早死五天 她妈妈现在天天在家里哭 动不动就冲李鸿林喊 快去车站 接你爸爸回家 你爸爸回来了 我说 咱妈不会的 她是个明白人 过几天就会好的 我站在窗前 朝菜园望着 园子中的雪 因为一个冬天 也无人涉足 所以显得格外宁静 我转回身 朝厨房走去 这时 我突然听见母亲的房门 响动的声音 接着 我听见 弟弟扔炉钩子的声音 他似乎是追着母亲出去了 他怕他出去想不开 我们都怕这样 所以母亲一出门 总得有人装作无意地出去跟踪 我的心 我的心 我站在 弟弟刚才站过的地方 捡起炉钩子 掀开炉盖 看看炉子里 全是一块块火红的木炭 就又添了几块柴火 炉堂里边迅速地响起一串 噼里啪啦的燃烧的声音 火苗旺盛地不住地舔着炉盖 使炉盖微微地颤动 炉盖被烧红的面积越来越大了 好像炉子在不停地喝酒 渐渐地醉了似的 不一会儿 弟弟先开门回来了 他手里提着一支竹框 里面装满了碗和盘子 他神色有些喜悦 把竹框放在墙角后 神秘地走过来对我说 咱妈想过年了 她去仓房里收拾过年用的东西 我如释重负 果然母亲很快地从门外进来了 她的一只手里提着带面粉 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捆 被冻得又白又直的生葱 她把它们放在灶台前 一副要大大盲年的姿态 我赶紧把水壶填满水 先开炉圈 将水壶坐上去 我知道盲年最不可缺少的 就是温水 这种懂事的做法 会使母亲欣慰的 母亲把我们姊妹几个叫到一起 向我们布置盲年的工作 弟弟因为腿情 大多是搞采买 酱油 醋 筷子 香 鸡蛋 猪肉 等等的东西 一律归她来买 而姐姐要搞内务 拆洗被褥 扫尘 麻婆里 蒸年糕 炒花生瓜子等等 我虽说是个女孩 但干细活 大多不惊 所以就只能做挑水 倒脏水 打扫院子 归指仓房中的杂物 这一类粗活 好在 我有一身的力气 又是最不怕寒冷的 所以 这些户外的活 对于我来讲 还是一种奖赏呢 母亲一旦活起来 我们也就跟着活起来了 母亲吩咐活的时候 她的左眼里 仍然欠着圆圆的一点红色 就像一颗红豆似的 那是父亲咽气的时候 她的眼睛里 突然生长出来的东西 我总觉得 那是父亲的灵魂 我担着铁桶 朝水井走去 水井在我们家的西北方向 选择最近的路线 也要绕过七八栋房屋 才能到达那里 路上的雪 可不像园子中的 那么丰厚和完整 由于人来人往的缘故 雪冬一块 西一块的 像补丁一样 显眼的贴在路上 路上还有牲口的粪便 和人家留下来的碎木片 走在这样的路上 心里有一种 百无聊赖的感觉 天色非常苍白 如果不到黄昏的时候 连西边天上 那一带隐隐约约的晚霞 也看不到 我垂头走着 因为这一带路线 我熟悉的闭着眼睛 都可以行走 偶尔碰上 两三个长辈的大娘和婶子 他们大到一开口 就换着我的乳名 直直地问 你妈有心过年吗 有心 我稍稍抬头望一望他们 接着又垂头朝前走 绕到井台时 才发现那里挑水的人 比往日多了 挑水的大多是男人 他们很自觉地排着队 但是见我来了 他们全都热情地让我先打 我执拗地谢绝着 因为我觉得 他们是在可怜我 刚刚没了父亲 我不愿意接受这种同情 所以我怎么也不肯 站到最前面去 我站在这些男人身后 默默排着队 我的脚下是厚厚的冰 冰呈现着一种乳黄的色彩 我就像踩着一大块奶酪一样 我不敢看这些男人的脸 因为他们容易使我想起父亲 父亲在世的时候 也是排在他们身后的一员 那时候这些男人在一起时 有说有笑 现在因为我排在后面 他们都沉默无语 我只听见吱吱地咬水声 和哗哗地倒水声 以及许多男人的脚步 像蚂蚁一样慢吞吞地 向前移的微妙地摩擦声 其他我感受到的就是这单调的动荡之下 潜藏着的深深的寂静和寒冷 离人群远了的时候 我才敢捧出眼泪 我哭 是因为他们狠狠地同情了我 我受不了 由于哭泣 我的倔劲儿给提上来了 倔劲儿一上来 力气也就撞了起来 所以我很快走到家门口了 我把水担进厨房 厨房里有雾蒙蒙的水汽 母亲正守着一只大盆 洗刷碗碟 而姐姐 折蒙着一块头巾 站在一把椅子上扫尘 母亲吩咐我 把水倒进缸后 爆一些柴火进来 因为炉子里的火不多了 我鼻音浓重地硬着 母亲便问 没出息的 又偷着出去哭了 他们非要我先打水 我受不了了 我说 过了年 他们就不会这样了 何况 你一定是见着他们 不坑不响了 所以人家才可怜你 母亲淡淡地说 天气极其寒冷 连空中乱响的爆竹声 也是寒冷的 进山之后 我们的目光 不停地朝父亲居住的地方眺望 好像久别归家似的那么望眼欲穿 有几只大鸟 在墓地上面的树梢盘缓 像墓园守望者一样 我们到达父亲身边时 就像看见上帝一样一起跪下 我们坐着最古老的祭奠 之前焚化时的烟雾 使我仿佛看见了父亲的双手 他的确隔绝了我们 这双手我们再也牵不到了 这时我忍不住又想起了母亲 她若站在这里会怎么样呢 告别墓园走回家的时候 已经晌午 厨房里很温暖 炉火很旺 母亲头也不抬的 守着一只盆子刮鱼 看来她是生了气了 她很少这样对我们生气 我们洗过手后 赶紧各就各位地 忙自己分内的活 这是母亲突然直直地问 你们招呼你爸爸回家过年了吗 招呼了 弟弟心惊胆颤地说 怎么招呼的 母亲抬起头 我望见她的眼圈是红的 她一定哭过 我们说 家里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 爸爸你回家过年吧 弟弟说话时声音微妙极了 再没说别的吗 我说了 让她保佑弟弟 今年考上大学 我补充 你还想让她这么操心 母亲不留情面地挤兑我 只能说明 刚才不让她去牧园 她不痛快 我不是故意的 我说着 眼泪似乎又要流出来了 我赶紧走到火炉那里去捅火 没事了 你们都干啥就干啥去吧 母亲叹息一声 不再追究了 年三十二 按照母亲的吩咐 姐姐必须回婆家过年 她不愿意 因为失去丈夫 而滞留女儿在家陪着自己 那么只有我和弟弟 同她共度除夕之夜了 为了不惹她伤心 我们在那一天 都表现得出奇的勤快 而且都装出很高兴的样子 午夜之时 外面的爆竹声 连成一片 像地震似的 我们家虽然没有放爆竹 却也仿佛放了似的 我们坐在桌前 举起酒杯 为新年做着陈旧的祝福 母亲的神情极其的镇静 当我们祝福她长寿 而弟弟依照惯例 跪下磕头 为她祈求万福的时候 她的慈祥 就像阳春三月的植物一样 丰满的复苏了 母亲也同样祝福我们 说着那些 我们晚辈人 很少能享受到的吉祥话 这是我们觉得 这个年里 我们将与众不同 自始至终 她没有络绎滴泪 她的眼睛里 收留着那个柔软的孩子般的 栖息在她眼底的灵魂 那枚鲜红的亮点 同母亲的目光一起 注视着他们在这个世界上 创造的共同的孩子 这是一个温暖的 略带忧伤气息的楚西 她伴着母亲任性的生气 像船一样驶出了港口了 我大大的松了口气 那天夜晚炉火十分温存 室内优柔的气氛 使我觉得春天什么时候 偷偷溜进屋里来了 初一的时候 天忽然下起 漫无边际的大雪 冬天的早晨 本来就来得晚 雪天的早晨 就更像凌晨之时的天色了 所以我很迟 才从梦中醒来 从床上爬起来 觉得屋子里暖洋洋的 用手试试火墙 才知道母亲早已经起来 升过火炉了 我忽然有一种 咬哭的欲望 窗外十分宁静 采源之外的道路上 没有盲年的人影 年已经过去了 大家似乎 都在沉沉地休息 整个小镇像瘫痪了似的 母亲摘下围巾 上上下下地拍打着 他身上的雪花 有些不好意思地笑地笑 好像他到别人家的园子 偷花去了 他轻轻地告诉我们 我看你爸爸去了 你找到地方了吗 我们问他 我一上山就找到了 他垂下眼低声地说 我见到他的坟的时候 心里跳得跟见到其他的坟不一样 我就知道那是你爸爸 我们全都垂下头来 真后悔那天没有带他去牧原 他那里真好呀 母亲有些迷醉地说 有那么多树环绕着 他可真会找地方 春天时 那里不知怎么好看呢 他说完 走进里屋 把围巾手套放置好 又重新走回厨房 戴上围裙 我见他发丝无量 他看上去精神多了 而我的眼前 再一次出现墓园的情景 现在 那里是白雪的墓园 雪愁得像一片白雾 父亲 被照在这清风的白雾中